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表达真正好的人 拥有境界的人 他会遏制去掉自己的执着 去掉自己的妒忌 羡慕妒忌恨 无论你多有钱的人 无论你多漂亮的人 无论你多么拥有能力的人 多么有才是人 都没有用的 因为你的独一无二 同样是你的弱点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同样是我们的弱点 我们的弱点就在于我们永远不能拥有 我们自以为心目中最漂亮的一个面孔 最成功的一个男人 最强壮的一个男人 最如何 永远会拥有你心目中的目标 这是人存在的方式 这是如果没有这样的独一无二的尊严 也就没有独一无二的 在你身上所展现出来的 那一份羡慕妒忌恨 没有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 人们都会衰亡 人们会老去 人们会死亡 那老年人总想 这个叫什么 想当年 想当年是一点用都没有的 想当年的说法就是一个自卑者 自卑必自负 自负必是妒忌无尽 这是肯定的 所以拥有明 就是明细的人 无论他心里多么不买账 对方侮辱他多么如何 他都会相对释然一些 对吧 他会遏制自己的 遏制自己的妒忌 不会这么去表现 那遏制自己的妒忌 其实有着修行的成分 只有真正的修行者 才会能够做到 而真正的修行者 才是这人类的拯救者 真正的修行者 才是人类的拯救者 拯救那些被人们以为的 充满才华的人中的豪杰 水谷传里头都是豪杰 结果他们都没戏了 没戏了 我能知道据说 只有鲁智深一个人 是拥有一份 鲁智深最后修成了 其他都没戏了 无论是豹子头林冲也好 还是这个小礼馆花容也好 他们在繁杂 这一份辉煌的过程中 就消失了 所以那都是人中的豪杰 那鲁智深的善终 与着他本身修行有关 所以去掉人的贪婪 去掉人的妒忌 才是真正的 但我相信对很多朋友来讲 是一个很难接受的 因为今天早 这留言也太热闹了 因为可能也很少见着说 说涛哥这么去攻击川普 是他自己没有什么 我攻击他不攻击他 他整个留言的里面 其实他伤害不了马斯克 他只能伤害 他伤害到他自己了 真的伤害到他自己了 因为太漏了 一些点必要都没有 太漏了 所以这是一个很不好 很不好的状况 但是呢 有人说涛哥那你也不对 你不能对他有过分的期待 我没有对任何人没有期待 这都是命运中的故事 我跟大家解释就是 他不是人类的拯救者 他甚至都不是美国的拯救者 但他无论再怎么样 他曾经的辉煌 他今天作为一个人 这么优秀的人 那是有目共睹的 你这事一定分清楚 很多人太用完美的心态 去看待这一切了 那有些呢 可能有朋友质疑啊 就是我看有 就是刚才做节目前 哎呀 这得看英文原文 得看英文原文 意思呢 涛哥胡说八道 我还是说那些意思 面对不太随心随愿的东西 有一份能力去面对他 真实的接受他 面对他 那是个强者 我昨天节目中这些预防都打下来 都打 几乎左派大媒体 左派媒体没有碰这件事情 我以为他们有可能会 有可能会用另外一种 很攻击的方式去攻击 但是呢 右派媒体很快就反映出来 在今天很快反映出来 但是大的媒体没有 但是大的媒体没有 我们给大家看 这是Newsmax 你不是说 你得看英文 英文原文 川普 就是川普 heatbag就是回击 马斯克应该跪在我面前乞讨 就是用这话 你去翻英文你自己去找去 真的没有能力 还瞎 那个可不是这么回事 所以这是Newsmax 这是这个华盛顿观察者报 我就为了大家能看得明白 都给你弄计时的 人没有任何信任 对别人没有信任 是你生命存在的悲剧 你什么都没有 话跟你说着 涛哥说 咬文凿字挺狠的 你对别人的不信任 就是对自己的侮辱 因为你自身一定不会 百分之百的真诚去对待其他人 你不可能的 因为在你的价值观当中 你认为别人是欺诈的 不可信的 凡是不随我愿的 都是不可信的 你是个弱者 川普回击马斯克 跟特斯拉的CEO说 你得跪在我面前 他们都在原意的 就是原文的留言的基础上 用他们自己的话讲出来了 那因为跪在面前的 表述的用词是不同的 纽约邮报 川普 马斯克 回击马斯克 我得让你 你看纽约邮报什么 他川普可以让马斯克 跪在他面前 祈祷 这就是不该说的 没有任何必要 人说马斯克是 他故意来干这个干那 都不是问题 马斯克有多坏 马斯克有多阴谋 不是问题 他可能真的就是那样 明天马斯克就是一个 纯粹是拆败党 来挑拨关系 这都不是问题 但这个话 可是反映说者的 自己的水平啊 对不对 根本不是那回事 所以如果马斯克 跪在你川普面前 是跪在美国总统面前 还是跪在你川普个人面前 不好 这是我一直在跟大家说不好 那我们现在用的是 美国的每日电讯 所以你跟大家分享了哈 美国纽约邮报 每日电讯 Newsmax和这个 华盛顿观察者报 都是在保守派媒体当中 比较OK的 应该说比较OK的 那他直接讲 川普对马斯克 发动了恶毒的攻击 这是 这是德雷威尔 德雷威尔相当 他相当比较文化 他用词都比较 比较那个 跟他对比呢 就是纽约邮报 纽约邮报很直白 就是很街头 他就比较讲究用词 马斯克以挑衅的方式 回应了他 所以用了马斯克的回应 那中间这些内容 就我们就掠起了 我就跟大家分享 马斯克的回应 马斯克回应 就是回应了两个推 他就是两个推 两个推呢很简单 一个推呢用叫 L-A-M-O-O 就这个 就这个词 美 我就想跟大家反映 计时的 省了有些人 哎呀 那个真不咋地 就用了一个词 那个词呢 如果英文 就是英文的 可能是英文的里语 他词就是笑死我了 如果你硬翻 就是笑死我了 然后就用了这个 辛普森一家里面 那个老头 举着拳头 嗷嗷叫 所以他就变成了 以这样的方式 完全以挑衅的方式 去挑衅了川普 那他回应的这个方式 就类似他回应 推特的 那个法律诉讼的概念 那个法律诉讼概念 他当时就说 太讽刺了 对吧 他说你告我 太讽刺了 那这个他回应呢 就是你笑死我了 所以这就是 我跟大家解释 他对马斯克来讲 没有任何用 没有用 反而呢 被伤掉的是他自己 那谁都无法回避 他所用的词 他讲出的话 所以在右派媒体当中 以这样的方式 就直接表达出来 跟大家是个交代 朋友们可以自己去选择 对吧 自己去看 那你可以 你可以说 马斯克是狗屁都不是 什么的 都不是问题 川普就这么伟大 那么伟大 这都不是问题 所有的东西 是他自己留下来 展示出来 这是最大的伤害 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这个 为什么出现麻烦 其实类似 那这个麻烦 这样带来的麻烦 促成了他跟马斯克之间 会挺难的 所以 我跟大家回应的意思就是 哪些想看英文原文的 你就把所有的话说完了 如果你看不懂 希望尊重你自己 去相信别人 去相信真正的人 如果你不相信别人的话 你是侮辱你自己 这是涛哥跟你说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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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